百家关赛团 中超山东泰山战胜青岛海牛原因揭晓 球迷揭开内幕 崔康熙早就看穿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看了谢文能的单刀 比武球王要强点 山东泰山的球员 整体年龄还是偏大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顶上来 如果国家队邀请康熙 给他完全自主得选择权 我想他会是一个出色的教练 就谢文能这单刀 吴磊真不行 吴磊除了会越位 就会往守门员怀里踢 这场比赛双方都精彩 青岛队踢得很顽强 虽然实力不如泰山 但是海牛确实很努力地踢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感觉一样 同磊踢得慢慢好起来了 踢得好 要有好队友配合 不然再会跑位 也没用 这就是到了国家队踢不好的原因 山东两个进球都和时科有关 一个貌势上抢 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防水 就他自己在禁区里不看人 一直在那傻站着 崔康熙真是有谋略 上下半场两套前场阵容 还换上18岁小将 一点不给同城兄弟面子 第四个是人情球 郑郑完全可以防住的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回放 毕竟青岛还要保急 竞胜球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少输一个是一个 那边很多泰山系的球员和教练 小摩托比吴磊强吧 王大雷比摄政王强吧 郑郑比张林鹏和王申超强吧 廖立生和李源一也很强 怎么非找一个 在鲁能打替补的孙国文进了国家队 山东泰山应该重点培养谢文能 有前途 青岛海牛队已经很努力了 一个体户养之中超球队这么多年不是容易事 鲁能是国企没得比 财大气粗 球员都是顶尖的 海牛想赢人家怎么可能 能进二个球不错了 可以说 钟进宝受伤打乱了部署 能看出来两队都流利了 没有那么重的身体对抗 不得不说 海牛中场太弱了 后卫也慢 失误多 都在这等球传过来 正正这状态不比邓眼哥强百倍 提了这么多年状态保持得这么好 没任何负面新闻 又是左脚 多少年能出一位 我是广东的 我希望山东的球队都能好好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